先回家上节课啊 上节课讲的是这个 这个左右声道的这个 这个 包落线啊 这个声音啊 从左耳朵到右耳朵 右耳朵到左耳朵 这么来回来去的走 对吧 那么这次呢 咱们回到这个编辑模式 上上上 一上面一直在多轨 对吧 回到编辑模式 编辑模式在详细的介绍 一下这些所有的效果器 那么这些效果器呢 都是为了大家这个处理音频 产生各种各样效果的 实际多轨的素材 是来自于单轨的 对吧 来自于单轨的波形文件 那这个波形文件 怎么才能编辑好呢 就各种各样的效果器 那么这些效果器里面 这个是都 是在哪呢 咱们看一下 Audition里面 比如说呢 效果器在哪呢 在这个 首先在这个效果这里边 有 你说这块怎么都是灰的呀 因为它这块没有 这个音频文件的还 对吧 有一个音频文件 就不是灰的了 就灰的是不能用 对吧 啊 那么咱们先弄一个音频文件 录一段 录一首唐诗啊 西人里城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 汉阳树 芳草七七 鹦鹉周 日暮相关 何处是 烟波江上 使人愁 那么老愁啊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是吧 这个人有时候就会犯愁 哎 但是这个正常时候呢 还是不犯愁的 有句话吗 啊 这个 叫这个 这个 笑一笑啊 十年少 愁一愁啊 白了头 你说笑一笑是真十年少吗 哎 那么就是说快乐啊 使人这个心情比较愉快啊 心态比较年轻 是吧 还是笑比哭好 哎 平常不笑怎么办呢 哎 看一下OEC教程啊 没事 当相声听掉 就可以了 那么 你说这没相声可乐呀 哎 没相声可乐 可是可是可是跟相声也差不多了 是吧 那么 好 咱们先看这个效果器 首先咱们在这个菜单里面 可以找到效果器 在哪呢 哎 这些呢 全都是效果器的类别 找到一种类别 比如说咱们找到振幅线压这种类别之后 哎 咱们可以看到各种的具体的效果器 那么这个效果器呢 有两类 一类呢 是这种 有俩字 是叫进程 是吧 还有的呢 哎 没有这俩字 不叫进程 那这有什么区别啊 进程 进程这类啊 就只能单独使用 啊 而这其他类呢 可以放到一个机架上面 配合使用 那么啊 这块对应的呢 这块也有相应的 这块有一个效果器列表 这个效果器列表 也是对应的相应的这个效果 那么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效果器原来是什么样的 原来什么 原来是全都是硬件效果器 这块有个砍弄头啊 所输入 这边呢 有一个音频线做输出 当然各种各样的接头 互相转化的都有 是吧 然后呢 然后呢 你调这些上面的旋钮 这上面的推子 哎 就设置相应的效果 因为原来都是模拟信号嘛 哎 这里面的专用的芯片 比如说你做个线压 或者你做个这个这个激励 或者你做个这个振幅类的啊 都是通过这种硬件的来做的啊 前期放大啊 就是麦克风实际上就就有这么一个 类似于硬件效果器的东西 哎 要不然那声音传传不了声音这么大 这个 这个 这么 这么这么清晰 那么 实际上这个 在这个数字 从模拟到数字了 现在从模拟已经到的数字了 在数字 这个数 这个音频这一块 所有的东西都来可以用这个 这个相应的点来描述 就是说 它在采样之后量化的一些点 你不管是16位的是8位的是32位的 那么这些点呢 就有数字特征 那么 比如说 在这块 它是不是每一个都有这么一个点啊 每一个是不是都有这么一个点啊 那么这些点 实际上都有这样的值 比如说我要调振幅 实际是调什么 是把它这个振幅拉大 也就是它离开这个 夫琼这条轴的距离变远 是不是就调了振幅了 哎 那么 所以说现在都用软 软软的方法来实现 那么硬件效果器会不会消失呢 也不会消失 那么原来人们都是以有蛮强蛮强的硬件效果器来来为容的啊 说我这个这边设备比较齐全 有各种各样的效果器 对现在都是用软软东西来实现了 硬件效果器可能效果上 因为它是模拟对模拟嘛 可能会有一些优势 但是这个这个数字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它找起来方便啊 各种各样都有 第二是它免费啊 啊 这个你使用一些效果器之后 你你要买这么一个几千美金或者几万人民币啊 太贵了 满墙那得多少钱啊 天价了 是吧 那么咱玩不起 咱玩不起怎么办 买个电脑吧 电脑就能用了 那么咱们一开始呢 先从这个振幅类的效果器讲起 先讲一个最简单的振幅类的效果器啊 也也通过这个方式呢 来了解一下这个效果器的一些基本参数 比如说呢 咱们把这段音频选中了之后啊 咱们选择放大效果器振幅线压里面的放大类效果器 振幅类的效果器全都是在这个纵轴上啊 加大这个振幅了 或者减小振幅了 对吧 振幅对应这个这个声音的三要素呢 就是音量对应这个声波的三要素呢 就是振幅 好 那么放大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块有些预设效果 当我现在选的是正六的话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加大了六个分贝啊 左右都加大了六个分贝 那么如果是这块我选择一个减三的话 你干怎么样 减小三个分贝 如果说我把这块调整到一个固定的值 那么我把它保存一下 叫什么呢 叫做19.6 那么一确定 那么是不是他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预设 实际上那些预设是什么呢 都是你原来调好的一些值 然后放进去的 那么咱们可以播放听一下 这块一个开关 如果开关开着呢 咱们播放听一下 西人里长黄鹤去 西人里长黄鹤去 为什么反复播放这段啊 因为它就是这一段选顺对吧 如果把开关关了 西人里长黄鹤去 西人里长黄鹤去 是不是就没应用这个效果器啊 对不对 那么这块还有一个预加载 预加载和延迟是有什么用 就是说我在这一段里面又听到了 用了效果器 又听到没用效果器 那么咱们看一下 西人里长黄鹤去 当然现在这个开关关了 是吧 把开关开 西人里长黄鹤去 西人里长 你可以听到那个此地两个字 是不是就是没应用啊 对不对 实际是这样 那么 那么咱们可以 可以确定一下 它这个音量是吃不掉 就就已经放大了 对吧 那么这个预加载的设置在哪呢 在这块右键 你可以设置预加载的颜值属性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同时又用效果器 又不用效果器 那这这这种时间对比 那么好 这次呢就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下一次呢 咱们详细介绍振幅类效果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